日前才公開亮相的Hello Kitty造型熱氣球 原定在5月22號進行首次的自由飛活動 但面對疫情升溫 教官處表示目前仍會舉行 但會嚴格控管入場的人數 同時也會增開網路直播的方式 讓民眾線上參與 全球唯一的Hello Kitty熱氣球 5月8號在陸野高台首度亮相 並即將在22日進行首次的自由飛活動 但目前碰上疫情升溫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已將防疫等級提升為二級 對Hello Kitty熱氣球的首航是否取消 教官處也做出了回應 那因為戶外500人的限制 所以我們會在關山清雪公寓的門口 會勸導遊客 第一個要量體溫 第二個要戴口罩 那我們也會做流量的管制 當人數超過500人以上 我們就會進入 那為了要滿足所有的觀眾 以及無法到場的這些朋友 所以我們在現場也會提供直播的方式 讓所有的愛好Hello Kitty的觀眾朋友 也都能夠來看到 另外交官處也表示 目前線內的大型觀光活動 也有所調整 同時也針對線內的各大交通動線 以及場所進行消毒工作 針對所有的在交通的要到 特別是港口 還有我們的車站 火車站 機場 我們會請相關的單位 要一律落實實際上面的 涼測溫度還有戴口罩 而且同時在交通的航班上面 是禁食的 禁止飲食 這個部分都要加強的落實 未來如果要參加大型活動的民眾 務必做好自身的防疫工作 請洗手正確配戴口罩 才能夠確保自身的安全 記者陳吉林 台東市報導